伊拉克军方称 驻伊外军作战人员将于15天内撤离 伊拉克军方24日表示 驻伊外国军队作战人员将于15天内撤离伊拉克 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言人塔赫辛海法吉24日表示 外国军队撤离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 目前大部分作战人员已撤离伊拉克 剩下少量人员将在15天内撤离 相关方面将根据时间表向伊军移交武器和设备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 2011年底从伊撤军仅留少量驻军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 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 随后增兵伊拉克 2020年1月美军队巴格达发动空袭 杀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成旅指挥官苏兰曼尼 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罕迪斯等人 随后伊拉克国民议会通过决议 要求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克的驻扎